大家好,我是Panis,欢迎收看本大观战观战一把小迪老师的祭司 小迪老师的祭司在比赛当中可是打出过非常非常多神级操作的 面对的是邦邦 这个智如打邦邦,有一说一我觉得不是很好打呀 大副过来也有可能吃两炸,然后双倒的 这边的话第一个点玩巨伤 我是觉得这块跳板要不就踩了吧 然后再去找人 因为这个玩具伤也不是很好抓 我觉得不如就是踩了这个跳板一劳永逸 不过他这板的话天赋上面技能带的是那个闪现啊 带的不是传送 如果是传送的话真的可以传送考虑去追一下这个先知 找一下这个先知 这个位置如果说再能够给到祭司洞的支持 我觉得这把的牵制就拉起来了 现在的话 牵制够了 因为还有一只先知的鸟 其实这个牵制时间是够了的 如果说再有祭司的洞呢 就更完美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 祭司来了 小迪老师的祭司 看一眼看一眼 你看我 我这边有洞 对 跟着我来走 然后玩具商这边肯定穿这个洞 穿完这个洞以后呢 祭司这边可以考虑再给一个洞 可以考虑再给一个洞 就再绕一圈 对 我再给你一个洞 哎 好的 玩具商这边是选择先上楼跳一波 然后往下走 再一个飞轮穿洞 这一波的牵制 基本上已经 漂亮 一个闪现震慑 那没什么办法 这个闪现震慑呢 这纯粹就是帮帮富贵 选择球一下球到的 还要是这下没打到的话 这个局已经崩了 但也还可以了 因为这个人挂上 已经一分50秒了 大副 祭司都学完了 大副来救 祭司的话 其实祭司会慢一点 因为他给到队友比较多的支持嘛 这一把的话 我觉得小迪老师 这就可以看出一个顶级选手 对吧 对于这个祭司的一个运用 就他那波牵制 其实是很 帮忙牵制是很赚的 因为他给到洞的支持 只干 只影响他自己一个人修技术 在外面大副的机子修完了 就很赚了 这边大副 无伤家人救下来 拉开 这边的话 玩就让往里面一跳 先把自己的板车给收了吧 这边的板车是不是还在啊 对 这个板车还在的话 待会还能再玩呢 先收了 哎 直接跳吗 哦 人还没倒呢 我那好老天 那祭司又来了 祭司又来了 好 我们再来一波 你看看我 这边大家注意到 就是玩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不是开黑的 如果开黑的话 小迪老师就直接打好洞 就跟他讲就可以了 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先让你看 先让你看 哎呦 这个洞打的是妙啊 先让你看我在哪里 让你知道我的洞 那只会打在哪里 这样的话队友就有这样一个反应嘛 这马真的没有白观战 小迪老师这个祭司 路人局 你说你队友里面有这样一个祭司 是不是很舒服啊 再给一个洞 过来 掩护一手 玩具商这边的话 应该再利用这个跳板 再来一手跳 哎呦 这个跳的点位 大家可以学习一手啊 这个位置 那是不是如果手说刚才 呦 这边再飞到这个洞口一窗 没了没了 这把这把真的没得打 这把真的没得打了 就前面那个跳板 我是觉得还是要处理的 哇 这边还飞轮 还玩 还来 还来 机子差多少 机子 这边的话41 先知的话 要不要外面重新补 好 现在重新补一台也不太来了 结果只能硬打了 只能硬打了 这边的话大副的机子53 大副主要这两块怀远没有摇过 所以说他这边的话 这个修机速度偏慢 先把这洞打了 人挂上 丢炸弹去干扰大副的机子 还是做防守 这边是准备做防守 我觉得干扰大副的密码机 会不会好一点 做防守 这穷者 一个祭司 一个先知 先知满血 祭司半血 怎么逆我觉得 这个人能救下来 再少机会炸 好一刀打 有博命 那机子够了 先知的鸟还没交 先知的鸟是吸出来一只 应该是吸出来一只 因为先知的鸟 刚才我记得给到大副了 这把棒棒也是杀红了眼 直接来追这个玩具双 追玩具双 其实我觉得机会 刚才这边是吃到炸弹了 这只鸟给的 没有吃了 应该来不及了 应该来不及了 这边人挂上 要挂飞 那边该走 应该都走掉了吧 走了走了走了 这把的话 就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路人局完美的配合 玩具双 对吧 配上祭司 打出了这样的一个神仙配合 赶紧帮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